第十一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11月1号至6号在珠海举办 作为本届展会的协办方之一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将携带包括机动突击 火力打击 防空反导 攻坚破下 特种作战 指挥控制 侦查预警综合保障在内的八大类高科技武器系统参展 这是中国兵器工业集团继2014年首次参加珠海航展后的再次两项 本次参展的展品数量多 规模大 技术水平高 全方位立体化展示了中国兵器工业集团顺应全球新军事变革趋势推出的各类新军武器装备 在9月7号举行的第十一届珠海航展新发布会上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副总经理贾红千向记者介绍了公司参展情况 今年来中国兵器工业集团顺应国际军贸形势深刻变化 积极推动单一装备向技术与战术融合 形成整体作战能力升级 向城底系建制装备模式升级 向一揽兹系统解决方案升级 取得显著成果 本次航展中以重型机部旅 两栖作战旅 山地旅 暗防旅 空中突击旅 反恐特战大队为代表的成建制装备模式 合以陆军一体化作战体系精确打击装备体系 防空体系 尖案海域综合防御武器系统为代表的一揽兹解决方案 依托传统武器平台 将通讯 电子 防空 防恐 防暴 北斗 暗防 空中侦察打击等相关装备纳入当中 展示了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整合内外部资源 专业化系统集成能力 能够帮助用户快速形成体系化作战能力 满足用户多元化 个性化需求 成建制武器系统 系统解决方案成为本级航展上中国兵器馆的一大亮点 此外 以VT4型主战坦克 VT5型轻型坦克 ST1型105毫米突击炮 VN12履带式步兵战车和VN4型四乘四轮式装甲车等为代表的装甲车辆 还向现场表演爬纵坡 过好沟 涉水池 蛇情机动等项目 展示高度的机动灵活性和强大的越野能力 截至目前 空母来自42个国家和地区的击百余下展商参加本次珠海航展 其中包括国内八大军工集团 本业航展 还专门开辟了7万平方米区域作为地面装备动态掩饰场地 市内外展览面积将达到43万余平方米 参长隔离飞机135架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8一飞行表演队 英国皇家空军红舰飞行表演队 俄罗斯空天军勇士语焰飞行表演队混合编队 将进行飞行表演 同时航展期间还将举办空军军事飞行训练国际交流会 中国国际航空航天高峰论坛等专业活动 本业航展展出规模 展品结构 展览形式及飞行表演队 专业活动的数量和质量都想取得新突破